今天再次見到大家看上的電腦面 所以真的是這樣 出門口進一邊沒有很多 看不到前面的車 但又沒有什麼車的路 很幸運 很高興見到大家 開頭的時候我們一起同心祈禱 請我聽到上帝 很多謝你真是招聚 中弟兄姊妹來到你的電腦面 去認識你的懷疑 去認識你 求你都與我們同坐 開我們的心 開我們的意 開我們的眼 以致我們能夠明白你的話語 亦都能夠走出來 遇上的土高峰 主耶穌的功名求 今天我選了哥羅西書 剛才三段經文 其中一段哥羅西書 你作為我今天講到的經文 叫做《兩個知道》 哥羅西旁邊那幅畫 就是照片是哥羅西 開始之前 怕大家睡覺 給大家聽一下 介紹一下我家裡的家庭成員 應該是我家裡的狗 這些照片很頑皮 即是時間回家 是不回來的 是要扯住的 跟我鬥力 那他就一歲多了 未夠兩歲 叫Ako 只有兩歲未夠 當然生活經驗 很欠缺 我時時都會帶他去 我家附近有一片很大的草地 那裏是Counsel給那些專門放狗用的 看到那些狗不用拉住的 就自由地跑來跑去 那時他會遇到其他的狗 跟他們一起玩 最開心的就是那時 最開心的就是那時 那時 但是在他的認知裏面 在他的認知裏面 這隻狗都是朋友 很喜歡跟牠玩的 但是我們雖然是人 我們都知道 狗的世界裏面都不是這樣的 好像人的世界一樣 有些人很喜歡跟你做朋友 有些人就不想跟你做朋友 有些人想跟你玩 有些人就不想跟你玩 是吧 有一天 又放牠在那裏 有一隻狗就來 於是就好像平日那樣 馬上跑上去 說一下老闆一下 大家搖一下尾巴 那時又好 然後就說 追我吧 這樣 然後你不追牠 不追牠就 再追我吧 這樣去搞別人 那呢 我看到牠已經覺得 很不耐煩了 那我就叫快點叫牠回來 你不要搞別人了 牠不聽 因為在牠的認知裏面 這隻狗都是牠的朋友 這隻狗都是跟牠玩的 突然激怒別人 人家就 嘩 就追著牠跑 然後想咬牠 然後牠就 咿咿 就沒辦法跑回來我那裏 就是這樣 在我的狗的認知裏面 個個都是朋友 其實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所以這就是認知知到的重要性 知道可以令牠下一次沒有路亡 生思而後行 而且也會減少被攻擊的機會 其實人都是一樣 我們有很多東西其實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們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不知道的 因為自己甚麼都知道 所以我們有時候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會用一些錯誤的判斷 因為自己的想法是不完全的 或者是錯的 錯誤的想法就會導致錯誤的行為 結果可能會虧損 可能會令自己受傷 所以這就是知道的重要性 所以在今天的經文裏 保羅提到兩件事 是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的 甚麼事呢 用我們來看 第一件要知道的就是 神的恩惠 第六節也說 這個福音傳到你們那裏 亦都傳到普天下 並且結果增長 如同在你們的中間 自從你們聽見福音 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樣 保羅告訴我們 我們生命的成長 或者是福音的傳遞 都是從這個知道開始的 從知道神的恩惠 那天開始 而且是真知道 不是假知道 英文用甚麼 Truly comprehend the grace of God 即真正的知道 是要理解的意思 不是說我知道了 那麼知道是很重要的 那甚麼叫做神的恩惠呢 是吧 神的恩惠 又對我們有甚麼影響呢 是吧 他覺得這麼重要 我們一定知道 我看到有三個方面 神的恩惠 第一個方面就是 主耶穌的救贖 在十三到十四節 那裡告訴我們 主耶穌為了我們捨身流血 讓我們的罪得到射臉 有永恆的生命 就是永生的意思 這就是神給我們最大的恩惠 而在這個恩惠裡面 是主耶穌負上了生命的代價 是很重的 扶了一個重的代價 但是我們就是白白得來的 不是靠我們的行為 那這個救恩 這個禮物 這個恩惠 對我們有甚麼影響呢 是吧 有甚麼好處 影響到我們生活呢 有兩個方面的 第一個方面 就是向內的方面 就是對我自己有甚麼影響 當人犯罪的時候 如果你做錯事 會怎樣 是不是很有罪咎感 是不是很內疚 自己的良心會責備自己 但是當耶穌 主耶穌去懈免我們之後 當我們認罪 他懈免我們之後 我們就不再活在這個罪咎的裏面 令到我們覺得 我今早也是 是不是做了很多 我知道 雖然不是犯罪 但是覺得好像不應該做的事 就是很內疚 不應該半磨 不應該還買這些菜去煮 很多我經常都很後悔 但是當這一刻的時候 我唯有依靠耶穌 耶穌啊 我真的承認 你都提醒我 我都是這樣 令到我可以放下 那份的罪咎感 那份的內疚 才知道能夠有一個新的開始 這個就是主耶穌給我們的 而且聖靈也都在我們裏面 做事 工作 更生我們的生命 令到我們脫離了 以前那個暗默的生活 是吧 不認識耶穌之前 我們不知道什麼叫罪 所以認識了之後 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也都會脫離 這種以前的生活 而生活在一個新的 一個光明的裏面 這個就是向來的影響 主耶穌會因為 給了我們生命的一個影響 第二方面就是向來 向來的一方面 也都是 剛才已經說了 主耶穌對我們無條件的一個拯救和赦免 我們領受到這份恩典 我們同時也會憐憫別人 有一個憐憫的心 當有人犯罪的時候 有人跌倒的時候 我們都會憐憫他們 以致到我們總是希望能夠幫助他們 去管理他們 就好像主耶穌去懈命我們 幫助我們 生命在當中的更新我們一樣 當然啦 人犯罪 教導是必要的 你要知道自己的罪 但是我們不需要 是一美的自責 只是自責自責 你不會帶來改變的 就好像加勒太書 寶羅說什麼 寶羅說 但是你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生 你們熟靈的人 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你 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誘惑 你們各人一重擔要互相擔當 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基督的律法是什麼 很簡單 基督的律法就是愛神和愛人 所以其實在我們人犯罪的時候 我們明白他是罪人 我是罪人 我也有犯罪的時候 會令到我們有憐憫的心 以至到我們願意去希望 挽回這些人 挽回才是一個罪足的目的 現在我們看神的恩惠 第二方面給了什麼給我們 甚至是給了一個信望外的特質 當你剛才說了 被耶穌清教之後 生命就會更新我們的生命 而這個心的生命裏面 就包括了信望外 這三個的特質 亦都是第四、第五節裏面所說的 保羅告訴你們 哥羅西教的信徒領受了福音之後 生命就流露出信望外的特質 什麼叫信望外呢 大家好像聽到很簡單的三個字 有字不明白 有字不明白 什麼叫信望外呢 信望外呢 這個信望外呢 這個信望外呢 就是它不是一個虛化 也都不是一個無謂的概念 也都不是一套道理 而是存在基督徒生命中的品德 它就不是從信徒自己而來 不是從我們自己而來 而是聖靈在我們裏面 去主導顯露出來的能力 就是聖靈在我們裏面出來的能力 什麼叫聖靈的主導呢 舉個例子 有時候就是 有人會覺得身不由己去犯罪 但是呢 但是當我們聖靈充滿的時候 我們會同樣覺得身不由己 很難去犯罪 你想犯罪都好像覺得 聖靈提醒你不要啊 這樣按住你 反過來 這個信望外在我們生命當中 也是這樣 在一個自然的流露 是沒有辦法之隱藏 那麼多按不住 什麼信望外呢 這個Charles Price 這個是牧師來的 他就說 信望外分別是對神 對未來 對別人的態度和意向 信望外就好像一張三腳椅一樣 支撐著基督徒的生命 經驗 如果其中一隻腳斷了 那整張椅就會 就會托下來了 三者缺一不可 我很認同Charles Price的定義 因為他沒有將信望外分開來 他看來信望外是一個整體 是一件事來的 的而且他是這樣 信望外是有關聯的三樣的信望外 而是一起的存在 融入在裏面彼此的融合 而一起的出現 就好像基督徒那樣 我們生命的表達是源於這三個特質 它不是單一的存在 亦是說愛和盼望都是源自於我們對神的信心 來自於我們對神的認識 因為對神的認識 所以我們有愛和盼望 而盼望亦都是因為我們相信耶穌 所以就不單止擁有永生的盼望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當我們遇到挑戰的時候 我們可以因為有這樣的盼望 這個最終的歸屬 我們就不怕到面前的困難 我已經有了 我將來一定鎖定我可以去到那個永恆裏面 那我就不怕今天遇到的任何一件事 所以是將來永恆的盼望 賦予了我們今天在地上的意義 今天有什麼意義呢 生老病死就完了 就是因為有永恆盼望 帶到我們覺得今天任何一件事 無論是困難也好 喜樂也好都是有意義的 同時也是盼望 給予我們一個很清晰的追求 我們將來是在那裡的了 我們今天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方向是什麼呢 是將來影響到我們 更為每一個的行為 最後愛都是跟耶穌的 我們對耶穌的信心有關 因為神就是愛 神就是愛的源頭 神就是愛的本質 因為有一種神而來的愛 就不會因為環境而改變 而是永不止息 所以當我們跟耶穌連接的時候 我們的愛就會很自然地 從我們生命裡面去流露出來 是自然地流露 所以信 望 愛 三件事是連接的 是分不開的 所以我們不會看到一個很有信心的人 是嗎 他是沒有愛心的 是嗎 或者是很絕望的 我們也不會看到一個在神角裡面 有盼望的人 他是沒有信心的 或者我們也不會看到一個人說 我很愛神 但是他沒有信心 又沒有盼望 又很絕望的 所以感謝神 藉著聖靈賜給我們的信無愛 我們在地上生活的時候 就有力量去面對很多的挑戰 神第三個 是因為帶出來的第三個方面 就是福音的傳遞了 在第六節 剛才我們讀過 裡面是說過這個福音傳到 利門那裡有傳遞普天 哥羅西教會的弟兄姊妹 因為以巴佛向他們傳福音 以至到他們領受的福音 是嗎 從此他們就成為耶穌的御徒 而福音是不斷地傳遞 人家傳給我 我又傳給人 不斷地傳來傳去的福音 當人領受了福音之後 他就會不自覺地有一種衝動 一種衝動去將福音傳給別人 最近有一個不信 不信神的 到現在都是不信的 一個姊妹她說 她朋友經常跟她傳福音 就是這樣 雖然她說我自己不信 但是很難度感受到那個朋友 對她那份的真誠熱心 同時看到她朋友那份的信心 她就好像找到一件很好的東西 她很想跟我分享一樣 她感受得到了 她說只不過我 我不信而已 這個不信的人 對傳福音給她的人的一個評價 正正正正確確實覺得 福音在人的心裏面 在我們 信徒的心裏面 會產生一種力量 令我們覺得不可以不告訴別人 這麼好的 一定要告訴別人 好像我之前說了給我老公、爸媽聽 雖然他們聽了十年、八年才想 始終都是我說了他們都聽了 但可能有些人說 我不懂得怎樣傳 上星期有個弟兄跟我說 我老師可以教我們怎樣傳高音嗎 因為很想去跟別人傳 我想傳只是不知道怎樣傳 我就介紹了這個課程 這個10月7日開課 就是一個叫做從懷疑到相信的課程 分兩部份的課程 第一部份就是我們自己作為一個不信的人 當不信、當未信 去聽聽別人怎樣跟自己傳福音 在當中去學習反思 他的內部都是可以重新給我們認識聖經更多 第二方面 他就是成為一個傳福音人 他會教你分裂你怎樣去跟傳福音 是一個很好的課程 十月份開始我們全教會推動 希望大家都能夠積極去參與 這個課程是 他學了之後 就一對一這樣說給你聽 你會曉得怎樣跟別人說 福音就是耶穌的救音 然後我們就可以跟更多的人 傳福音 現在我們來看第二個資道 剛才第一個資道 知道神的因爲 應該很清楚 知道神的因爲 第二個資道是什麼呢 就是要知道 我們要滿心知道 不單是知道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但教師那裡說 保羅娜願你們一切屬利的智慧 不正常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們行私為人對得起主 與他的喜悅 滿心知道 就是圓意是充滿真知識 或者是存備的知識 這個知識是跟神的旨意有關的 所以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我們可以把它翻作為 被神的旨意所充滿 被神的旨意充滿 要我們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既然神的旨意這麼重要 那什麼是神的旨意呢 就是基督徒生活的規範 即是基督徒的生活原則 神告訴我們 即是神告訴我們 基督徒你應該如何生活 這個就是神之義 所以怎樣才可以知道神之義 大家 怎樣才可以知道神之義 旨意 聖經沒錯 就是聖經 我們要查聖經 要讀聖經 讀神的話 這樣才可以知道神的旨意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就是不單止學習 還要去應用 用出來 你學了之後要用出來 令到學到的知識 能夠影響我們的思想和行為 另一方面 雖然我們知道 又要學習 又要應用 但是這些頭腦的知識 怎樣才可以落實到行為上面呢 如果我們不能夠把我們學到的東西 轉做行為 不能夠把我們學到的知識 轉做行為 那個知識就失去了它的價值和意義 就好像我們讀書一樣 拿很多的學位 不同的地區我們都要學一下 只有一個學字 你又不會上班 或者你又不會去做義工 你又不會 永遠都不會用的 你學到怎樣做大工 你又才不做的 你知識在頭腦上 落實不了 出不了 其實那些知識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要把實的指意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落實 才能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才能做到 不會令主耶穌失望 道理大家都知道 但是 是不是很多時候做不出來呢 我都知道 但是真的做不到 以為做不到 做不到 或者是 我今天做不到 我翌日再試一下 那試一下試一下 很多次 為何都是做不到呢 為什麼 有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為什麼不知道呢 是不是我們的知道出現問題呢 我們知道 是不是真的知道呢 因為知道可以有不同的層次 我讀了一次聖經 我知道了 我看過了 是不是 這樣就知道比較表面 或者我讀了幾次之後 之後呢 我可以看到背後一些意義 這個都是知道的 或者我看到之後 我可以懂得反省 或者我每天早上 經常懂得反省 這個都是知道的 但是我們要將神的畫 讀進去 然後不斷努力的操練 這個才叫做真知度 我自己都對這個真知度 是吧 或者是假知度 或者不同程度的知道呢 我就有一些這樣的反省 是吧 我有一個這樣的經驗 從怎樣 我知道變成真知度 我自己是一個很高效率的容器 這個整天都是我覺得自己引以為傲 真的 我做事被人快 做事被人多 是吧 很有這個生產力 我以後 經常都是這樣 覺得自己 這個 很棒 我覺得我一輩子 就沒有白過 因為為什麼我一輩子 我應該做到別人 起碼一輩子半 沒有兩輩子的事 是吧 人家一天做十件 只做二十件 那你是不是覺得 很有效率呢 整天都是這樣覺得的 每次我見我熟寧道師 我每六個星期見他一次 每次見他 一坐下 他就想 他人怎樣 很忙 然後他就躺在他的椅子上 很累 他就說 你不可以這麼忙 你不可以這麼累 不要弄到自己這麼忙碌 但我時時都覺得 沒有辦法 又要這樣 事情很多 一件接著一件 就好像我說 我身不由己 經常都告訴他 用一個中文 你會形容一張圖 他說他西人 馬不停蹄 你知道嗎 我就好像自己馬不停蹄 每一次見完他 出門的時候 我都是連走帶跑 不是純粹走路 第一次出門的時候 他見我走得這麼急 在背後 叫著我 就是 Ivy 你不要跑啊 這樣 從事之後 我就知道了 就是出門 我知道就是 出門 不要再跑 就算從那次之後 就沒有跑過 就算我忘記了 想跑 就記得他 說好的話 就會慢了我 如是 過了很多年 從那時起 我都以為自己 真的知道了 慢了我 因為每一次出門 我真的都不再跑了 但其實 離開了他家的範圍 然後我就再次 很忙碌地生活 是吧 所以後來 我知道 原來我的知道 只是停留在他家門口的範圍 是不是 出了他的家範圍 我就不知道了 看到 直到有一天 我真的賣下來 真的知道了 為什麼 我真的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有一天 我不試 就是急 急 中文很好 中文叫急 急醋 急醋 急就是跟著醋 後面 就是這樣 所以中文 真的非常好 在外面 因為很急 那就醋 醋 那種態度 就不太好 有衝動 什麼事呢 我其實已經不記得了 因為是小事 大事一定記得 因為是小事 事就不記得了 但是 那個人 被我這種急醋 影響到那個人 他那個 憤怒的眼神 那種眼神 和那種厭惡的態度 就是 就令我 不可以不記得 就是 印象深刻 令我那一刻 大家會覺得 原來我 那種急 醋 令到人變成這樣 可以是這樣的 所以 因爲 那天 開始才叫做 真知道 真知道 急帶來的後果 和真知道自己要馬上來 所以 那時候才改變了 從此以後 從此以後 開始慢慢 去約束自己的客人 就是 就好像 離開那個 屬令導師的門口一樣 你要記得 那些禮 你記得你急的時候 你要記得 不要這麼急 慢用力 其實 慢用力是可以的 我會 我會自己 擦到 慢用力其實不錯 是吧 不要那麼急躁 又不用躁 一輩子就做一輩子的事 不要做一輩子 那麼辛苦 做什麼 做人家那份 所以 在那個認知裏面 你去 你沒有真正的認識的時候 你是沒有那種動力 神的懷疑都是 我們剛才說 我們要知道神的旨意 要活出 是吧 基督徒 應該 生活的一個規範 一些的原則 我們都知道 很難 但是 當我們真知道 它的重要性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真的有很努力地去 操練 很努力地活出來 是吧 而我們的結果 一定可以做到 我們知道 真知道會產生的 動力 但是結果 最終我們可以做到 凡事 做先事相結果子 對得起主 是吧 而且 還可以 歡歡喜喜 生活在這個歡歡喜喜裡面 而且 也能夠更多的 去忍耐和歡樂 這些是 基督徒 就是 主耶穌 我們認識神 能夠去結出的一些過子 所以 今天 阿興奔王 我們通過經文 保羅的經文 他告訴我們 神的畫 就是知識 就是智慧 而且 神已經把這個智慧 和智慧賜給我們每一個人 今天也藉著 哥羅西教會 保羅比這間教會 有一個書信 告訴我們 要知道神的恩愛 要知道神的旨意 而這個正正是我們基督徒生命的誕生成長和結果 需要知道的事 人來到一輩子 世上的年齡 不是很多 就很快過 人生匆匆 所以 我希望 弟兄姊妹 能夠 早日的去知道 知道 神的恩愛 神的旨意 而有早點的行動 這樣便早點忘記了 好 讓我們一切 同心祈禱 請我天父上帝 我們很多謝你 次會我們主耶穌 讓我們能夠通過 祂 而得著神的恩愛 以能夠去明白神的旨意 希望你能夠換醒我們的心 讓我們不單真知道你的恩惠和旨意 亦都有動力 讓我們能夠走出來 以至我們能夠將頭腦上的知識 轉化成為生命當中的果子 託告奉主耶穌的福道文字 阿們